我的那个所谓的家里面的人啊 那个数字低到什么地步 就低到连死人都怕他们 就是说我妈 就是说那个已经被中共福建班谋杀掉的 谋杀掉 13年的 我妈 这个鬼啊 连死人鬼都怕他们 那当然呢 他们就是福建班的人嘛 走狗嘛 当然他们的数字 肯定是这样啊 不然的话要来对付我 就有一次我梦见 好像是说我离开中国了 就是说很可能就 就是说所谓的养老 不是这过去 他们安排在戈壁的那个老女人 天天在里面喊什么养老嘛 现在 最近好像这个女的已经搬走了 看到吗 她就在我退休之前 她就搬走了 这个就是 就是说他们控制不了我的话 他们就要报复我嘛 就是说已经死掉的人都要报复 当然 因为 就是说死人都会感觉到 这个 这个 连做一个鬼都觉得感到很可怕 就是说如果没有亲的人的话 没有亲的人的话 连做一个鬼都觉得很可怕 那当然他们就是福建班的人嘛 福建班的人的数字就是这么低的 不然的话他们怎么能够胜任迫害我呢 所以说 所以说我一般 面对这样的人呢 那是多可怕 你别看这个中共好像都有很大方 因为这个台面上的事情 他们没办法 那他就 就只能从你背后 你的下面 你的家庭里面 不让你结婚 不让你结婚 他只能在背后搞这一套 然后你 你不能结婚的是吧 你有男人 他就猜 他就这么搞 就这么搞 然后还有中共就是怕 所以说中共一直说我是猫嘛 说我是狗嘛 不是狗啊 是猫嘛 所以他们很害怕 我能够另谋出路 我过去不是说嘛 那个英国有一个英国的人 我就怀疑他是中共福建班的嘛 中共福建班的 然后最近 嗯 然后 有一个 有一个澳大利亚的 嗯 人 也是白人 一家我 他也是 他 我昨天才知道 他原来他也是英国的 他也是英国 他去澳大利亚 是移民 是移民 他也是 我也怀疑这个也是福建班的 这个这个就统一起来嘛 你想一想那个什么 李嘉诚嘛 李嘉诚 是朝上班的嘛 朝上班 他不也是移到英国去嘛 是吧 他怎么能去英国呢 然后英国是有谁的 英国不就是那个习近平的前妻嘛 是吧 他那个前妻也没有生儿子 不知道 反正我就我就认为这些人就是福建班的 嗯 所以说这个英国人也是 这白种人里面 也是相当一部分也是福建班的 今天我来讲过来吧